熱烈慶祝新世紀廣場現已開幕 但不是已經開幕了很久了嗎 首先不是旺角火車站上的新世紀廣場 而是位於灣仔道151-163號的新世紀廣場 這座建築物連上的住宅 其實在1977年已經落成 比往過新世紀廣場早二十年 原本不是新世紀廣場 大約九十年代就改名做新世紀廣場 還有貼上這個標語 新世紀廣場 現已開幕 雖然這個標語目測是有點退色 但又有一種很懷舊的感覺 好像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 明明已經開幕了30年 但沒有說錯 是現已開幕 明明已經開幕了 明明已經開幕了 之後帶大家來到這個香港仔避風堂 在這裏有一棟樓 也是印有非常有歷史印記的標語 我小時候就已經看到了 合和地產全新套房的標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合和地產全新套房2552-0102 這個全新套房已經全新了很久了 這個雄盛大廈是在1986年入企 以我估計就不確定 估計由它一開始入企的時候 標語已經在這裏 可能是宣傳 這等雄盛大廈即將有全新套房出售 大家快點來買 趁著做這部影片 我就想查一查 這個合和地產到底是什麼來頭 到底這個雄盛大廈是不是 因為合和地產貼了標語 一直都沒有拆 其實不是的 其實這個合和地產是一個 專營南區的地產代理 跟真正的另一家發展商 合和實業是沒有關係的 除了標語有點像之外 應該也是沒有關係的 這張照片中的電話號碼是跟 它的樓上印的號碼是一樣的 但接口後 它也轉了幾次的電話 所以現在的電話號碼已經不同了 還有現在有沒有實質經營 我也是不太清楚 因為網上查不到太多資料 我們知道標語的背景之後 我們再走近一點 看看標語 其實它已經 掉了色很多 比本身的顏色淡了很多很多很多 由上而下 給大家看一個近鏡 合和地產 這個全新的套房 2552 0102 還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有一個掉了色的 那個真的不掉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煙草廣告 大家看到這個字眼 其實是某一個煙草品牌 都非常出名的煙草品牌 如果你看清楚 底色的 但是 因為政府禁止了這些展示式的煙草廣告 你不可以在一個大廈 去印這些煙草廣告 上去大廈外場 所以最後 這個煙草廣告的標語 就遭到沒去 歸根究底 為什麼會保留這些標語呢 包括這個雄勝大廈 和剛才的灣仔新世紀廣場 為什麼要保留這些標語呢 我想它不是特別懷舊 或者特別想保育那個時代的產物 而是純粹它 不想製造 因為 你製造又有些成本 有機會製造了其他東西 有機會可能要搭棚 這東西其實 本身它留在這裏 都沒有什麼影響大廈的使用 那就不要製造 正如這句在美國都很流行的說話 If you ain't broke, don't fix it 沒有壞的就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不過剛才有一些是壞了的東西 就是印了萬保路上去 所以就要製造了 就要脫走那個萬保路的煙草廣告 不然 雖光無視就有它繼續在這裏 所以我估計未來一段時間 如果這兩棟大廈都沒有翻新的話 這些標語都會繼續在這裏